你覺得昨天晚上有好好休息 然後就是當然可以拿到這塊金牌 我覺得真的是蠻開心的 然後因為又是我就是大學生涯的全大運個人手金 這樣可以幫學校拿到這個榮譽 我覺得非常棒 非常有機會這樣第一次要去戰勝挑戰二人 我覺得我現在沒有想就是在想說就是 戰勝奧運的那個情境或是想法 因為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眼前的目標就是 在後面的兩戰的世界盃都好好的加油 跟就是把握住那些機會這樣 當然他們其實就是比我更早的起來嘛 然後他們的經驗也相當的 就是對我來說已經相當豐富這樣子 那我也是要向他們好好的學習這樣 經驗看起來比較多吧 然後但其實體型是最弱的那個 他們都是我大哥啦 像就是像位學長跟我講一樣 或是老師跟我們提醒的都是一樣的 就是不管是對到誰 我們就是會好好的去跟對方培養默契 然後其實我們都蠻合得來的 所以就是每天就是要照顧兩位大哥 就是我該做的本分這樣子 要怎麼照顧他們 要不要裝水啊 要不要泡旁邊啊 都交給我來做 其實大家都是一起 我們不會分學長學弟制 就是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條場上面 一起去能力 我覺得這場比賽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因為從上海回來比賽其實蠻辛苦的 那體力上可能也會有一點美力 跟需要時間調整 那老師就是給我們一個目標就是 好好的去做動作 然後去挑戰自己的極限 這次應該是第二次 跟上一次比 9分 進步了很多 現在剛好有入選 奧運國家隊的這個資格 那我必須去更清楚的 安排我自己的訓練課表 去完成 甚至去突破保持 對於我可能在世界盃 或者是張力在更強的賽事上 我能夠更清楚 而不會這麼的慌張 其實我覺得上海戰是世界賽的第一戰 我覺得就是去重新熟悉世界盃的感覺 繼續去了解說 恢復到世界盃等級的一個獎勵 那我在之後的幾戰 還有跟隊友搭配上面 我覺得一定是會越來越好的 然後氣勢上面也是不會輸的 跟隊友前方相關 技場的同志 都想要去過 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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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